未來農曆年假對於東沖的影響 希望有一些呼籲 大家都知道由十月到現在 當港珠澳大橋開通了初期 其實情況是相當差 令到我們很擔心 雖然大家看到在最近這個月 情況稍微舒緩 這個其實不是自動波 大家還記得立法會在我們委員會開個會 也是迫政府要做一連串的動作 包括現在有預約金巴的服務 也是對一些旅行團透過它和國內的做法 將一些原本雜亂無章有黑工的旅行團減 但現在最大的風險就是農曆年假 因為農曆年假如果根據現在的估計 旅議會或者旅業的估計 可能會高達比平時多成六至七成 如果是這樣的話 接下來的農曆年假將會是一個極之危險的情況 因為東沖的居民將會在前所未有 是受到最大的衝擊 這是第一 第二 似乎現在政府做的對策都不足夠 為甚麼呢 第一 第一是政府從來沒有答應過我們 對於這些旅行團設一個上限 如果是這樣用一個放任的政策 又沒有跟內地當局有任何協議 那麼究竟接下來農曆年的時候有多少團 我們是要求政府給我們一個回覆 即是在今次記者會之後 究竟他有沒有跟內地去商議 而他預計是多少 這是第二 第三點就是 在目前東沖的情況 尤其是在星期六日 已經是相當之惡劣的 無論是食物、餐廳、購物 都是苦不堪言 可能大家在東沖見到 港鐵站、廣場見到少些人 但如果你去食肆和藥房超級市場 其實情況是沒有改變的 甚至李嘉豪也會跟你說 這個情況已經擴展到東、中、北 我不認為現在政府的一些比較被動的做法 是幫得到接下來的過年 所以我們是很清楚要求 接下來的春節是需要做多很多的 或者我交了時間給李嘉豪 我才再跟大家總結 大家好 我是公民黨的東沖地區發展主任李嘉豪 剛才郭議員也有說到 10月這個大橋通車之後 東沖也曾經被迫爆 政府也做了一些事 其實大家眼見 可能星期六日的情況就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是不是完全解決了一個問題呢 想告訴大家 其實不是的 因為其實這個廣州澳大橋 對東沖的影響 已經深入大家的生活裡面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現在我有時候都會聽到 有些居民告訴我 他們已經是不會再去東沖市中心 那一頭去買東西或者吃東西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是因為有些居民有一個經驗 無論是他們去購物 他們可能要買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他們是需要跟那些旅客一起排隊 去購物 去排場籠 另外吃東西 這件事都很誇張 因為有居民告訴我 他們星期日早上去 打算去一間捉麵的快餐店 那裡吃東西 在市中心那裡 但是進去就發現 原來已經被一些有期的旅行團 佔了半間店舖或以上 已經令到 可能這些居民放假下去吃東西 已經人多了 再加上一些旅客 其實他們是吃不到 很難去找位吃東西 所以那些居民告訴我們 他們不會再去市中心那裡買東西 吃東西 而這件事我自己也是切身感受到的 因為我有時候會在市中心附近 那個開街站 其實每一次開街站 都會有五、六個人去問 咦,那裡的公司站是去哪裏搭 你很明顯是體會到 其實周圍都有一些旅行的人士在那裏行去 其實東沖市中心 包括東惠城、副東村附近 本來就應該是一個市中心的地方 是東沖居民的生活的重心 而政府遲些還會在那裏開一個 市政街市去服務居民 但是我們明顯是看到 那個地方未來並不是一個住人的地方 那裏可能將會是越來越多商場 商下 例如東惠城、意旗 甚至乎政府現在說 拿去建街市那一棟大廈 其實都是一個商場 那裏其實只會有一個旅遊區 明顯是一個政府的規劃失當 然後再說 如果那些居民避開 說我不出去市中心那裏買東西 那是不是完全沒有這個問題呢 原來不是的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看回 在東沖北一些私人屋苑的食肆 其實都會開始看到有不同的國內遊客 在那裏吃東西去逛街 其實他們已經是去到住宅區那一邊 那當然我不知道那裏有什麼行走 那為什麼會去到那裏 但是其實想告訴大家 其實有一輛小 除了我們有這個B5B6巴士 在廣州大橋口岸出來市區之外 其實我們同時有一條叫901的小巴線 是去東沖北那一邊的 亦都是會有遊客乘搭去那裏 總結而言其實事實實來講 這個大橋開通 是對居民的生活影響到已經是每一處的了 那如果政府再不防範於未然 去推出一些政策去處理這件事 我們是很擔心短期的 當然是接下來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後的農曆新年 會再出現這個東沖迫爆的情況 我們都真的很擔心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個時間會是一個旅遊的高峰時期 那長遠而言 那些居民都會擔心 會不會成為下一個上水 屯門 甚至乎可能會變成土瓜環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是一定要要求政府去做一些措施 例如好像剛才各位員所說 需要限制旅行團進入的數目 去令到這個情況不會再惡化下去 兩點我想說的 最近也有一些其他政黨都說過 希望將這個B6巴士站 是有一個臨時的搬遷 我想公民黨就不會反對任何的建議 不過我可以跟大家說 這個都是杯水車身 是解決不了問題 因為無論巴士站是搬遷在哪裏 其實所有的旅客 都會在東中每一處地方出現 你只不過可以在他下車那一刻 是可以有一個安排 但是那幾分鐘是希望影響少些 亦都很難 因為其實在達東路 其實平時相當堅塞 尤其在假期的時候 除了金巴 其實其他的車輛 包括大宇山的士 以及其他那些旅遊巴 即是本地的旅遊巴 已經塞到整條路爆光了 如果你在路邊那裏 再加上這個臨時巴士站 我會擔心情況沒有想像中可以這麼理想 第二點 我希望政府有一些層級式的安排 甚麼是層級式的安排 就是它先訂了一些香港能夠處理的旅客的數字 我意思是透過港珠澳大橋 然後在這裏裏面有分兩批 一批就是用現在他們很多的做法 就是會經過B6 去回東沖市中心 或者它轉去 譬如看大佛 或者去大宇山 然後第二批就是 如果是有一些足夠的配套 其他的旅行團 它就不會讓它去回 譬如坐B6去東沖 它就會去其他的市區 即是將那個位客分流 還有第三點 如果這些是建基的服務量 即是說服務量是不夠的 就不應該接 還有政府應該限一個是上額的 還有些人 很想來看一條橋 我就請政府和內地當局商議 這些正體橋的 請他們安排 你知道國內的旅行團 很多都是國營的 就安排他們在口岸 在香港的大樓入面 購物、食物、觀賞之後 就回到內地 當然這些做法 有沒有收效 我們都不知道 但起碼如果實行這幾個 層級式的限額或配額 希望接下來 農曆年的情況會更好 說這些不是不歡迎任何的客人 包括內地客人 但當客人過了某個數 我想跟大家說 不只是影響東涌居民 你試想當在內地 有一些內地旅行團 興致勃勃想來香港旅遊的時候 來到香港 來到東涌 來到所有的地方 是插針都沒有位 吃東西沒有得吃 巴士等兩三個小時 然後怨聲再度 不斷罵香港是待客不周 其實香港會承受的壞處 多個好處 我希望這些做法 都令到香港 是可以繼續成為一個旅遊之都 因為如果 當越來越多的 好像十月開初的時候 那些內地客 罵爆香港的情況的話 其實都是趕客的 那看下政府和旅遊業 是吃長線還是吃短線 因為如果你吃長線的話 你就不要令到 這個農曆年假期 就重複以往那些 相當難處理的情況 希望那些旅客 對香港的旅遊業 都有個好一點的口碑 讓他們有機會再回來 否則一次過 罵爆香港 將來更加沒有人想來香港 其實對於旅遊業 一點好處都沒有 好 或者我們的建議 其他記者朋友有沒有意見 有沒有問題 我想問一下 你們有說 政府最好限定一個數字 超過這個數字 就不要批多旅行住 或者遊客 那有沒有具體 你們估計得到 因為這個具體就有兩個 現在那些交通配套是兩個 一個就是金巴 大家也知道 第二個其實它是容許旅行團 是自行安排在一天的通知 安排旅遊巴去的 所以它是需要看回香港那個 如果你純粹看金巴是不准的 比如舉個例子 你說金巴做上配額 誰知道它殺多幾百個旅行團 自己弄旅遊巴 那你就死掉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但是我不可以幫政府去提出一個合理的上限 但是如果你參照10月開的時候 一定要在10月那個水平是再減的 否則的話 我想沒有人想香港成為港客之都 如果好像10月的情況是港客的地方 大家還記得排了兩三個小時 排到半夜那些旅客才回去 它是罵爆香港的 我覺得政府 尤其是一個有少少軟見的政府 都不應該令到香港再陷入那個群局 那詳細的數字 我們其實這封今日之後 都會約見雙經局 希望它都可以和女業界 找出一個香港能力 可以負擔到的數字 那安排的建議就是 就是好像限定旅遊的數目 或者是陳吉色的安排 但是其實六、六年都不夠一個月就到了 其實都預期政府有沒有辦法 如果要做就做到 如果10月出事 如果大家還記得 現在11月的時候 政府都已經和大陸的旅遊團 安排了減了團 那現在呢 那我為什麼都要發聲呢 其實這個呼籲 應該政府 在我們未呼籲之前 應該出了事情要做 但是我們都要等 政府等了這麼久 它什麼都不做 我們才去到這個階段 都忍無可忍 我們才再一次出聲 因為如果它是繼續等運到 其實是於是無保的 但是現在還有大概三個星期 如果政府一個數都沒有 和內地一些協調都沒有 就肯定是會相當之差 這是第一 第二呢 大多數這些團 我剛才說過 國內那些 有國家資本的旅遊團 我相信他們有能力 是可以控制到 離香港團的一個數字 和那個陳級式的安排 即是 如果那些旅客 只是來看橋 去完口岸 它回去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即你是想 一日遊 看那個港珠澳大橋 我明白很多旅客 是想這樣做 那你就把那些團分幾類 有些在我們接待能力 還可以做到的 可以去東涌 有些可以分流去 香港其他地方 去到最後 對不起滿額 那就只看橋 看橋然後離開 那下次再來東涌玩 好過 以萬計的人去東涌一起 踩爆東涌 然後大家一起不開心 你要明白 到時那班旅客 是很不開心的 他在香港那裏 過一個極之不愉快的春節 對香港旅遊業 我不知道有甚麼好處 剛剛提到 三年期間 會多六、七成 我們看回報道的估計 這是旅議會和旅遊業 他們自己的估計 不是東涌 不是東涌 整體 我擔心 因為東涌現在是熱點 今年的旅遊熱點 是嗎 例如舉個例子 經過不同的口岸 我給大家的數字 我給大家的數字 大概在二月的 每日是有九萬 平均每一日是有九萬 每日平均最高 是去到二月的數字 九十九萬七千 是入境、出境的數字等等 這些數字其實已經有了 在各個口岸那裏已經有了 根據這個數字 如果以往來說 都是香港在去年的數字 可以接受到的 如果基於這個做基礎 它分流 我覺得都無可厚非 但如果它完全不理會的話 任由這個數字上升 就會是災難性 當然我們沒有法治 我們沒有可能定一個數 旅遊業又會聽 或者旅議會會聽 但這就是政府的責任去這樣做 我完全同意你的憂慮 但一個合理的安排 就是看香港的接待能力 去定出一個可以做到的數字 這是政府一定要做 而它是欠了香港很久的 至少譬如 沒有理由再帶一些旅客去土瓜環 即是已經踩落土瓜環 為何不去其他一些地點 譬如傳統的旅遊區 不要再令民居受害 據現在有些觀察 大橋刊通的接初 有些疑似黑工的旅遊團 即疑似非法武地接舍的旅遊團 現在的情況有沒有改善 家豪 其實看到是有改善的 當然你也看到報道有說到 政府也有放蛇去看 其實還有 但情況就是 無論它是有領隊或是沒有領隊 他們其實都會在東涌逗留 例如有領隊那些 現在我們的觀察都會看到 可能搭B6下來 他們接著去搭纜車 去大佛那些去旅遊 但其實他們回頭的時候 就算是有牌的領隊 都會將他們放在東匯城 做一些購物的行為 而沒有牌的那些 其實更加下來了就放生 其實都依然會加重了 東涌市中心購物的壓力 其實無論有牌或沒有牌 他們下來 都總會有一段時間 在東匯城附近去買東西 這方面可以怎樣再去打擊 一來當然政府是應該盡力去取低那些 沒有牌的那些 始終減低了他們自由去放生 鞋走去那個情況 應該會有改善 另外好像剛才阿葵醫生所說 其實可以將他們有牌的旅行社 可以帶他們去一些傳統的旅遊熱點 就未必說每一個人都要下來 東涌這裡 正是走大佛 然後下來購物 我給一個數字 在去年的春節 就是內地客是有52萬 已經是比2017年升了12% 那就是年初 一 各個口岸 即是內地口岸 有16和18萬 即是高峰期的時候 那已經很頂不住了 那如果是這個 我假設是一個合理的上限的話 政府就要根據這個香港接待能力 去和旅遊業找一個方案 就不要給它是 即是沒有限制地去增長 也都不可以給它 譬如說到時大量經過港珠澳大橋 因為這條橋是熱點 而是踩爆東涌 這個隨時會發生的 去年52萬是一個具體的數字 補充多一句 即是無論剛才說到 有排和沒有排的那些旅行團 如果是經港珠澳大橋來 它又是搭B6下來 其實它們都是在這個位置集合 那為什麼呢 一來這個廣場是一個比較空曠的地方 二來附近是有一間 賣生活用品的零售商店 亦都是很受國內的朋友歡迎 那變了其實它們 你見到它明顯有支旗在那裡 有一團人 我們觀察到其實它 它一直住現在是星期一至五 都會有些團在那裡集合 購物等等 而萬寧門口都看到 其實它們都坐在那裡 這個情況是持續的 雖然沒有最初十一月那時候 說迫到整個廣場爆 但是其實你會變成 看到這裡有一個 東涌是一個住宅的地區 變成一個旅遊區 是的 我想問一下 現在你們的說法是 希望政府在農曆園間 做一些措施 其實長遠而言 有沒有想過 例如有些說法 就說不如將多些店舖 引入去廣造口岸的大樓 連例或者是 其他大樓 其他口岸的大樓 可能附近都設置多些商店 同意的 我們那次在委員會都說過 就是同意是 好好地利用現在的聯檢大樓 以及它附近一些設施 包括政府就考慮過 要將那些美食車 設在聯檢大樓附近 但是過了整個月 什麼動靜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做過 所以我們才是 迫於無奈 才是作出最後的呼籲 改善那個聯檢大樓的措施 是有效的 這個是直接幫到東涌 因為有很多個女客 她只是信在香港 買一些生活用品 而她不介意在聯檢大樓買到 因為她一定要經過聯檢大樓 才回到大陸 如果聯檢大樓買到 她要的生活用品 無論是洗頭水 奶粉 或者其他 所有那些 甚至罐頭都要爭 如果那裡都有的話 其實她就不會 會在東涌那裡 要排大隊 影響東涌的街坊 對於商戶也沒有損失 對於整個香港的零售業 也沒有損失 因為同一班人開舖 大家都知道 萬什麼或者什麼藥房 始終一定 口岸也有 東涌也有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 暫時來說 兩全其美的做法 不過很可惜聯檢大樓裡面 都是相當之原始 現在的配套都沒有吸引到那些旅客 還有整個聯檢大樓的裝置和設計都很浪費 這個商經局自己難此其咎 希望她可以在接下來這段時間做好些 想問剛剛說東涌不都受到影響 其實在跨人的數目 在10月之後回落後 其實是否都持續受影響 還是有改善 有 其實反而最初的時候 沒有那麼誇張 因為那些人未懂得去 而那些團 都是在乘B6 到市中心周圍走 但可能開了幾個月 那些人開始懂得找其他路線去旅遊 而901都是其中一架小巴線去東涌北那邊 我相信是開始會有遊客 懂得去找不同的地方去走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說想預估的旅客數字和旅遊圈的數目 是指經這個新的兩大機電來的那個數字 還是說是所有肯按進來的旅客的數目 那是否就是說如果你要訂這個數字出來 就是入警署要限制那個批發旅遊簽證的數目 我想這樣的 剛才我引過的數字 在去年春節52萬 這個是實數來的 那麼 這個你看到香港已經是很頂綁的一個情況 這是第一 第二 香港就沒有辦法實施一個配額制 不過港珠澳大橋有些不同 因為港珠澳大橋如果你看回 它是集中是一些團來的 就是和其他口岸都比較多自由行 港珠澳大橋很多是團 就是以往踩塌東涌是一些團來的 那團的處理就是好些的 因為是有國內的旅行社去承辦這些團 而由於他們的背景很多都是國企 或者國家資本那些 那就應該和特區政府 無論商經局或者是政制事務局 有些聯絡的 我覺得是可以做一些安排 令到情況沒有那麼亂的 因為現在說的不是不讓他們來的 但是你如果去到的情況 根本東涌是應付不了的 那其實大家都差的 就是旅客沒有好處的 你去到那個地方吃又沒得吃 買又沒得買 上去那些例如纜車站 也都根本上不到的 你明知三個小時 你知道團有限制 早上來到他黃昏要走 如果你根本中間接待不到 你計算到那個360 可以接到多少個客人 那你還放他們來 那你想做甚麼 你想那些旅客來 留的印象是甚麼印象 所以那部分是政府做到事 其他那些你管不到的 譬如每日深圳居民 可以一周一行那些 你怎管它 那這個沒得管 所以是針對旅行團 旅行團 是經港主要大約旅行團 今次我也是說這件事 你剛才有提到 你沒有牌 那些 領隊 政府應該去取牌 其實可以怎樣去 沒有 其實可以告他 這麼簡單 因為他其實 政府可以查牌的 最初那時候 查了就沒有告 我知道 因為甚至 當有騰華來開會的時候 我問他 你告幾個 他說沒有告過 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告過 你又哪有阻嚇力呢 其實他和入境處可以做事 因為我們不容許黑工 如果他有大陸的非法領隊 他在香港做黑工 入境處馬上可以周到他 所以應該做得到 好 那沒有我們做過照片 我們有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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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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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前一點 行前一點 行 好 拉在那裡